近日,孙红雷妻子被拍到现身某购物中心,当天,他身穿黑色外套,平底鞋,素颜戴一顶毛线帽子,整个人十分低调,又大又圆的肚子十分抢劲。 从商场出来时,天色已黑,可王俊迪仍然没有要回家的意思,停好车后,几人兜兜转转来到一栋大楼,爬楼梯到四楼静止走向一家网红麻辣烫寻觅美食。 据悉,孙红雷妻子王俊迪被曝怀孕数月,还曾前往商场选购婴儿用品,如今被拍到肚大如球,一次怀孕坐时。 不过孙红雷夫妇均未曾公开承认。 1970年,孙红雷出生于哈尔滨市,学生时代的孙红雷比较调皮,喜欢跳霹雳舞。 上中学时,他常常晚上掏课去哈尔滨青年宫跳舞。 1988年孙红雷到重庆参加全国第二届霹雳舞大赛获得了二等奖。 获奖后,孙红雷被中国歌剧舞剧院发掘,进入中国霹雳舞明星艺术团。